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宣德炉就是中国明朝宣德年间烧造的铜炉 后来宣德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后代仿制的与之类似的炉子也都被称为宣德炉 那么用黄铜铸造的小小炉子怎么比黄金还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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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过科学的无损检测,目前为止,只有一件铜炉是真正的宣德朝的起物。 炉的三乳族小巧,口岩上左右各立仪冲天耳,秀雅古朴非常精美。 如今,宣德炉是一个范城,不管是明朝烧造的铜炉,还是清代纺制的铜炉,都通称为宣德炉。 宣德年间铸造的铜炉可以说是明扬天下,历朝历代许多皇帝,包括康熙、乾隆都喜欢纺制宣德炉。 有人说,宣德炉之所以那么漂亮,因为明朝铸造宣德炉的时候还加了金子。 那么,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呢?炉子里真的有金子吗? 明诺四公子之一的茂香,非常喜爱宣德炉。 他形容宣德炉如女子的肌肤,柔软细腻可捏。 宣德炉是坚硬的童气,说他柔软可捏,足见其细腻的手感和美丽的光泽。 那么,宣德炉内是否真的有金子呢? 宣德顶一谱上写呢,宣德炉呢,里边含金也含银,所以呢,比较重,比较压手,也比较珍贵。 实际上,根据我们科学检测的结果呢,故宫就藏的这批铜炉,明代晚期的,宣德本朝的,包括青海驱滩寺的,里边呢,都不含金。 当然,溜金呢,表面的溜金呢,还有表面的点金,撒金,这种情况除外,就是他用于铸造的这个铜链里边,是绝对不含金,更不含银的。 像宣德时期呢,他铸造的器物呢,都是讲究庄重,比较大器。 他做出来的这些器物呢,尤其这些宣铜器呢,是多用于妙语去进行陈设也好啊,当供器也好。 他不会做的那些,咱们认为花了胡哨那些东西的,像这些点金呢,撒金呢,就是明晚期文人呢,开始流行的这种装饰。 宣德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黄铜铸造的铜器。 宣德鲁大致分为两种,一种是不带盖的,直接将箱插在上面供奉,主要用于宫殿寺庙的祭祀等活动。 第二种是带盖的,主要为熏香使用。 到了明代晚期,宣德鲁出现了一种新的用途,也是文人发明的一种新的有趣的玩法。 宣铜鲁,咱们也叫宣德鲁,它还有一种玩法,明晚期的这些文人啊,他们这个发明的,一直到后来清代民国,甚至到现在也有这么玩的。 怎么玩呢?他们会选一些没有皮壳的,就是去把它加热。 因为这个炉里边啊,它含这个一种心,这个心呢,它一个特性呢,就是它预热以后呢,它会往外跑,它会气化。 那么随着它往外跑呢,这个铜炉,它黄色的外表呢,它会有不断的颜色的变化。 比如说这几个文人吧,你也有炉,我也有炉。 大家除了在一起,呃,饮酒啊,喝茶,做吃之外呢,还有一种啊,就会把你我的铜炉,咱们都拿过来,咱们给它加热。 加热呢,或者是在炉坛里边,直接放炭,或者呢,是在一个铁板的下边,放炭火,把铜炉放在铁板的上边。 总之呢,是想办法把它加热,然后呢,看这个炉子外表呢,这个颜色的变化,来欣赏这种颜色的变化。 明代宣德炉,稀有珍贵,有趣的是啊,宣德炉抵款上的德字,少了中间的一痕,是铸造时的失误,还是当时有意为之呢? 少了一痕的德字,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? 关于宣德炉抵款中的德字,少了一笔,一直以来人们众说纷纭,有人说,这是为了避讳的需要。 明宣宗朱瞻基皇帝年号为宣德,有一个德字,所以在宣德炉中,德字少一痕, 是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重。 还有人认为,德字少了一笔,源自宫廷中的一场大火。 宣德年间,宫廷意外着了一场大火,损失惨重。 宫廷上下,人心惶惶。 明宣宗朱瞻基,照道士瞻督,最后得出结论,认为, 大明宫居南方,属火德,宣字九化,德字十五化。 阳气太盛,需要滋阴,因此把德字减少为十四化。 那么,器物抵款中的德字,为什么少了一痕呢? 其实这些都是传说,没有任何依据,咱们追究汉字的字源, 比如说青铜器的金文上面,金文上面的德字心上面就是不带一痕的。 那么,到了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,小传立定了以后, 就可以看到这个传书,这个新上面是带一痕的。 那么,再往后呢,就到颁布这个康熙大字典的时候, 第一次在凯书上面就立定了,这个凯书的德字写法, 新上面要带一痕了。 在此之前,不管是中国大陆,还有台湾地区啊, 或者是朝鲜半岛啊,日本这边呢, 汉字流行的这些地方呢,德字心上面带一痕和不带一痕都是并存的。 比如说明代的石碑啊,明代的铜钱啊, 上面有许多呢,这个德字心上是带一痕的。 有的书法家写的是不带一痕, 有的书法家写的也是带一痕。 真正的大明宣德年制的这个款呢, 应该是明代书法家沈渡写的, 把沈渡的书法作品找出了一些。 专门从里边挑大明宣德年制这几个字, 然后用电脑的方法把它放在一起, 进行比对, 看它的笔画, 看它的这个签丝搭笔, 沈渡啊, 它的书法书写的特点呢, 是这个新字上面呢, 不带一痕。 更有趣的是, 宣德罗的笔款内容也是五花八门。 有简单到只写一个宣字的, 有两个字宣德的, 写四个字就是宣德年制, 也有四个字是大明宣德的。 它有六字笔款, 大明宣德年制。 丰富多彩的笔款, 也成为宣德卢的一大特色。 明代宣德卢, 工艺精湛, 数量稀少, 是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。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,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, 微信。 好,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,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, 再见。 。